为什么你总是把所有的事都藏在心里 不跟我交流 然后憋出大问题 你再爆发出来 如果不是你脾气那么大 一点也不懂得让走我 我也不会走和你闹别扭 对我来说 冷战还不如大吵一架 我发脾气的时候都是被你给逼的 你当初追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现在却总是挑我毛病 我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你却不能完成对我的承诺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唐先生27岁来自辽宁销售 邓女士25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看到了一些冲突是吧 怎么认识的大老远呢 我们俩是通过一次朋友介绍的 在哪个城市啊 在大连 对您当时在大连是吧 对 现在在哪儿生活呀 现在也在大连 对啊 认识多久了 两年多了 处对象处了多久了 一年多 一年半吧 现在的关系是跟什么关系呢 就他这个性格就比较内向 就有时候有什么问题 就不跟你交流 然后一点点攒就爆发出来 就让我觉得还受不了 你是受不了他的性格是吧 对 好像就是什么事必须得让我去理解他 去了解他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叫外卖嘛 我就问他你想吃点什么 然后他就说你看着点吧 我一就随便点了一下 过一回去拿外卖 外卖回来了 就好像有点不顺心那种感觉 就吃了两口 就直接掉了眼泪跑出去了 我为什么这样呀 为什么 因为他点的全都是我不爱吃的 他本来就知道我不爱吃油腻的 喜欢吃蔬菜一类的 那你当时你跟我说一下也行 那你不至于应该说 你说这个不好吃 或者我们再定一份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两年多 我觉得你足够了解我 我觉得你知道 所以说就你这点我受不了 遇到什么事就不跟你沟通 我问问 他喜欢吃什么 清淡的 蔬菜什么东西 他喜欢穿衣服的颜色 靠什么色系 一般也是也比较清新的那种 对吗 对的 喜欢用什么色系的口红 粉红的 对吗 不是 特别淡的那一种 看看 你发型更喜欢哪一种 就像现在这种 是吗 还算了解吗 所以你说你看 你稍微上点心不就得了吗 点外卖 你知道他喜欢吃清淡的 但是在我感觉 点一种婚 我感觉这点小事也不至于 我觉得两个人需要沟通 然后我就出去找他吧 找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 然后回来就让我说我哪里错了 我说不出来 他还是在那一块 就是不理我 这个朋友 我说不认识 对吗 我说不认识